開學前一天 台北市仁愛國小 提早讓小儀新生家長 帶小朋友到校熟悉環境 但也只開放一位學生 加兩名家長才實名制入校 部分家長擔心 孩子在開學是當天找不到教室 不能陪入校園 不然以前的都可以陪入 所以會比較擔心 還好我們小孩夠多 姐姐還可以今天帶他過去 今年開學因為防疫 小儀新生家長 不能陪同孩子進入校園 只能送到校門口 讓不少家長都很憂心 孩子面對陌生環境 可能會不適應 教師也怕開學日 呈哭聲四起的災難日 但北市府強調 學校會安排專人 引導新生進入校園 要家長不要擔心 而仁愛國小統計 目前只有不到一成學生 請防疫假 開學後上學時段 有半小時分流人數 另外下課操場也分年級 輪流使用 減少群聚風險 第一節下課是一年級或三年級 然後第二節下課是四年級跟五年級 然後把它分斷 萬華區的福興國小 也提前開放新生家長 廠刊 才分班分流之外 座檯會空檔也進行大清銷 開學後吃午餐必須有隔板 一度傳出北市 大約還有十座小學隔板未到貨 但北市教育局回應 八月三十號已經全數到期 小朋友吃飯還是宣導 盡量彼此不要交談 結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喝幾口的擺開水 讓菜渣就清除掉 應開學各校進入備贈狀態 落實各項防疫措施 避免校園群聚感染 記者陳正茂索瑋萱 台北報導 記者陳 bow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